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是Google的资深研究员 然后又回来做过腾讯的副总裁 然后又回Google去了 为什么做腾讯副总裁又回到Google 可能跟我当时最主要原因就是小孩慢慢快上大学了 那么他怎么说呢 我是感觉说尤其女孩 爸爸在身边他有一个安全感会成长的可能更健康一些 俩女儿 我觉得他真是个好父亲 你知道他研究大学 研究美国的大学 今天中国的很多家长都应该看看这个节目 他研究很多大学的一个重要动机 就是帮他的女儿在美国选学校 但是最后他给他女儿精心挑选了一个学校 他女儿还没听他的 是吧 你女儿跟你选择也不一样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说首先我们得承认这个代沟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毕竟这个年轻人以后的路差自己走 所以他应该做出他的选择 你给你女儿选的是哪个学校 我比较倾向于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 那最后你女儿选的是哪个 是那个MIT麻省理工 为什么呢 你们两个人的理由 我呢比较喜欢人文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哥伦比亚呢比较平衡 而且呢因为那是个大都市 因为我觉得呀 就是这个大学呢 如果你放在一个乡村里呢 你可能视野比较窄 在一个大都市里 那个就是人的视野整个能比较宽 那你女儿呢怎么考虑的呢 她呢主要是那个 我是觉得一开始是被这个 麻省理工这些学生们也给忽悠了 他一去了人家给他 带他看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他就非常的心仪 李京这也现在整天带着孩子到美国 看学校是吧 我这带着孩子看学校 主要是为了弥补我的一个心愿 我是觉得我是有名校情节的 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愿意去看 那个最好的大学 比如去英国肯定会去牛津啊 然后美国这个哥大 哈佛都去了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 就是觉得对自己大学生活的一种遗憾 特别是一对照 咱先不说人校园了 这校园这么没法比了 有时候一看看就是那个学生那种状态 然后你看看那个老师 就是教授学生的那个方式 我老师觉得 我这生 我以前很早就总结过 我此生的一大遗憾 就是没有到国外名校读过书 所以我一听谁家的 因为我这辈子实现不了了 现在还不玩 那金庸80岁还去了 人家是名誉博士 我在什么时候混到名誉的时候 您的博士是美国哪个学校读的 约翰霍普金斯 约翰霍普金斯 也是名校了 你当年刚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大学的时候 你还记得那个第一印象 有从国内出来 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第一站其实是斯坦福到美国以后 然后才去约翰霍普金斯 因为我弟弟在斯坦福当时读书 所以对那校园 那个校园很宏伟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了斯坦福 我感觉还是在亚洲 因为街上那有40%的人 还是长得跟我一样的面孔 然后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就不一样 你感觉他是那种 像维多利亚时代留下了一个传统非常深 就这个一种文化的沉淀非常深 这是第一印象 这个现在很多家长啊 当然都是想让孩子去这个美国读书 我看到您就说啊 很多这个老板好像都问你一个问题 我也很想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家长 就是说假如有条件的话啊 是应该把孩子从高中就送到美国去读呢 还是到大学再让他到美国读呢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 就是如果比如说 尤其一些老板他常常这样 就说男的还在国内挣钱 妈妈就陪着过去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高中送过去 可能会好一些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个变化 不是个语言的问题 语言不是主要问题 那么因为你写申请材料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用一个 在美国生活这种思维方式去写 按照在中国生活这思维方式呢 可能不大不大容易被录取好学校 这是第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总体来讲 这个美国的大学在海外招生的比例 其实是蛮低的 所以呢 你在美国 比如说尤其好的那个高中 读完书以后 被录取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哦 有这么个道理 那为什么现在听说是报美国的大学 越来越难了 当然有这个去的 僧多州少的问题了 但是 哎 你给交点什么招 怎么他们美国大学就容易看上咱们孩子呢 嗯 分两类大学哈 第一类是州立大学 就是最好的咱们说是 呃 又说博克利 然后或者是洛杉矶分校 那加州大学的 或者是像密西根大学 那个主要凭成绩 啊 主要是凭成绩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美国私立大学 这其实我们说所谓的美国名校 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 长春藤啊 对对 长青藤大学 这个 那么实际上呢 他95%的学生都是特长生 就是你一定先有一个特长 把这特长发挥到了极致 那么然后呢 你的学习成绩不差 你就被录取了 不是中国家长的概念说 我先学习成绩很好 然后呢 我特长加点分 他不是加分的概念 我那天看见有一个教授 是不是叫饶义啊 对 我那天看见他的一些只言片语 他的观点我不知道 他说 他说你看中国的华裔的学生啊 经常给咱们国内的人啊 传递一个印象 就觉得老外读书不如咱们 就说华裔的学生到那成绩 都是倍儿棒 他那意思 他说其实是个错觉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啊 就说实际上你去了 你真正甚至他建议中国的孩子 不要到这个美国最顶尖的大学 最顶尖的专业 他说 他说你到那儿就挫折感就来了 因为那就是不是美国人才了 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就在这地方 你到那儿你那成绩啊 包括你的人脉啊 包括你的人格魅力 甚至各方面你都没戏 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出不了成就 他说反倒给国内人造成这个读书倍儿棒的这个印象的 是读的四顶尖的 就不是最顶尖 四顶尖的地方显出你来了 因为本身集聚的不是那个老外第一级的人才 你在那儿呢 稍微努力努力 就显着好像华裔的会读书 是这样是这样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因为你像那个比如哈佛招的那个 就是说他不但成绩要特别好 然后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 基本上 所以你有一点这个才艺 你读书好 你实际上完全显示不出来的 那你当年读的时候 你你你感觉怎么样 你多才多艺吗 我那是读研究生的好一点 因为呢 读研究生最关键是 老板指望你出论文 那个出研究成果 那时候呢 主要是说谁这个 你这个 搞科研做的比较好 这就容易 那本科生不一样 本科生里要 比如像耶鲁 但可能我问的很多学生 比较在那儿就是说 比较受同学欢迎的学生啊 他们在只花50%的时间读书 另外搞社交是吗 搞各种各样活动 花大量时间组织 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因为他是培养一个政治领袖的地方 你光会读书是个书虫 大家不一定瞧得上你 是 你看那个我前几天也是正好也看到一篇文章 因为关于这个美国大学 就是中西方大学比较的这个话题也很热 我前天看一篇文章 他是讲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可能就正好说明这种情况 他说是有一个华裔的一个学生 是 就是各门考试 说几乎都就恨不得达到满分的那种程度 然后可能那个成绩是 就是99%之上的 就超出99%之上的一个学生 但是他申请了所有那个 那个长青藤的那个大学 只有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 然后什么哈佛斯坦福都把他排斥掉了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人呢 上那个说哈佛的网站去抗议 说哈佛 哈佛 然后他那个篇文章也是在说 就是说你还是对这个学校的理解不一样 就是特别是长青的 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那种概念 私立大学嘛 他实际上是美国最精英的一些人的组织 他精英不只是他 不是说他分数上的精英 是他还有一个家族传统 你像这个耶鲁 他们那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叫Daggersey 对 我那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是耶鲁大学的 两口子都是 他丈夫是在白宫给什么做外事顾问 然后你知道他们很有意思 这个小布什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对 他们就很以小布什为耻 说这个 这个很蠢的总统竟然跟我们是校友 但是你看他们那些学校都是这种 呃 当然美国的那个历史没有那么长了 但是也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 很容易进入到那个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就记得当年看那个电影嘛 就是社交网络 对 就讲那个 对 他不是那个 因为扎伯克在这里面也是受排斥的 他要入那个兄弟会 那两个赛艇的那个兄弟俩 人家是有钱人家 从小就是华赛艇 人家不带你玩的 然后那两个我还很好奇 因为那个 在那个电影里的演员很帅嘛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我看这个 他们是真的到2008年到北京来参加过这个 这个比赛 赛艇比赛拿了第六名 我还真去看那个兄弟俩了 但是没有电影里的帅 但是就是说他们是有这样传统的 你说那是读书的地方吗 他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哈佛招这个人 你看他的毕业生的去向 就是大概你真正搞科学的 可能也就20% 那他社会各个方面都要有这个哈佛的人 那他怎么觉得我对整个全社会 哪怕全 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呢 那最好各个行业中的精英都有我的 所以他在招人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是按这个比例去招的 他不是说 我将来的所有百分之百人都要当工程师 科学家的 我就按学习成绩招 所以他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把他强调你 不管做什么事 你做了极致 你哪怕做义工 做非盈利组织的事 你做了极致 你将来就是一个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人 他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你搞音乐 你搞了极致 比如马悠悠也是哈佛毕业的 那你说你要说中国孩子送到那去 那指望你是将来当美国总统 还是中国主席 联合国秘书长 谢谢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大家不要误解 吴老师不光是个帮女儿找大学的爸爸 是吧 他实际上我觉得对中国的大学教育 有很多研究 是通过对美国大学的研究 这里边你像咱们刚才聊的 还是现在中国炒的非反应天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咱们的大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这个里边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就说这个大学要培养什么人 像你刚才说这意思 感觉像美国的精英大学 他这个好像是培养一个优秀的人 对对对 而不是像咱说的你是科学家呀 还是生物学家 这优秀的人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人 就是说不光是会读书 你要有一个比较强壮的体魄 然后在社会上能够很独立的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自己对社会的一个独立的看法 而且很重要很重要一条 就是说对这社会有一个责任感 如果更好的话呢 你可能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抱负 有一个一种世界的情怀 比如说我老说两个人 一个那个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那个老板 特斯拉 我怎么能做一点对这个改变世界有意义的事 他有一阵子那些钱基本上也花完了 他这人还特能花钱 大概最能花钱的时候 那一阵就是他泡了好莱坞的那旅行的时候 一个月要花50万美元 然后人家 泡到了吗 泡到了不是第二个老婆 后来不是又离了吗 50万美元再泡不到该优行了 一个月花50万 一个月花50万 然后人家就劝他把这些公司卖了 因为他那时也快没钱了 他不肯卖 因为这是他的一种理想 就是说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种情怀 我觉得培养这种情怀 是我们未来 我们很多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经营 世界领袖必须的 你说咱们大学里 这个思想教育 但是也整天说 要有社会责任感 怎么越说越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们可能孩子的 就是说我在那个交大 因为做那个兼职教授嘛 然后我问他们 我说你们有没有10%的时间 做一些社会活动 课外活动 自己出于自己兴趣也好 去关心一下社会也好 还是说你们95%的时间 都用来读书做功课了 他们给我答案说 就是都只能把几乎所有时间 用来读书做功课 那他不需要读书 就是读书做功课不重要吗 否则你出去之后 你没有专业知识 这可能也重要 但是今天是这样的 我们世界变化很快 其实你从大学里读的这些知识 尤其理工和学生 我估计差不多你走出校门 除了最基本最基本的基础课 走出校门用不着五连 你这知识基本就全过时了 你实际上在大学里 学的是一种学习方法 不是具体的这点课程 我听是你说的吧 你说大学 就是化学基本上不用学 是吧 化学基本上 就我一辈子也没用过 但是呢 我这女儿呢 最近给了我一个新的 那个一个观点 就是在麻省理工 大家普遍的一观点是什么呢 学什么课不重要 关键是跟哪个老师学 你是学他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至于你是学了一门物理课 和一门化学课 他们认为完全不重要 那这个物理和化学的知识 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你像他们比如高中 你学了一些 美国叫AP课 就是大学预科的课 基本上你有足够的一些知识了 你无非呢 是想学一些更精深的知识 而这些实际上跟你未来的工作 关系不是很大 那么你学习到了他的思维方式 他的方法 你自己再去看书 再去学新的东西就完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个吴老师 他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你这当妈的 可以接见一下 就他这观点挺有意思 咱们中国人现在最爱说的是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父母亲 包括送到美国上大学 都是为了 我在起跑线上 我不能输 可是你知道他讲这个观点 让我想起谁 你知道那个博尔特 就那个短跑那个冠军 博尔特据说 就是他起跑并不是最厉害的 你看他刚起跑的时候 他往往落后 但他就在中后城 越来越快 他的意思就是 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我也许起跑线上比你低比你弱 可是呢 到最后 实际上只要跑到中后城啊 问题是身边都没几个人了 对 就当时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跑到中段大概就歇了 歇了 实际上人生是这么一回事 关于这个起跑线 我是特别反感这种说法 就是很多父母现在给孩子送去 早教 就是拿这个当什么金科玉律 但是我有次看了那一段话 我也觉得说的也很好 他说 那个不能说在起跑线上 实际上你怎么理解这个起跑线 父母的高度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所以呢 你要想教育孩子 你先要成就好自己 你自己做一个有见识的人 一个有判断力的人 而不是说别人流行什么 别人在这鼓吹什么 我就相信什么 你自己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像吴老师说的 有完善人格的人 有自己独立判断力的人 你才能给孩子 有一个好的起跑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很好 刚才讲到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的问题 我的看法倒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年也要招聘一些 新的记者来 可能也是因为文科院校的缘故吧 我倒还觉得 现在的孩子 还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那年代 就是想学 但是没有一个好的 硬件条件 对 然后现在孩子当然了 语言都很好 毫无疑问的 然后因为家庭环境好了 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旅行 然后呢 很多 比如说 也是一个清华的一个 在我们这实习的 清华新闻学院的一个孩子 大家都很喜欢 就很聪明 做事情很认真 就聪明孩子很多见 但是做事情认认真真的 孩子不多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 每年都要来 你也能看出来 然后呢 我们都很想挽留他 但是他有一天过来找我 说 我要去云南 执教两年 我说为什么 因为有 很早我也知道 有一部分执教 但是坦率的说 他们是为了一个 什么保送研究生 你去执教两年 回来我就保送你 他是一种交换 现实目的交换 但是他说 没有 我就是想去 我就是一个是 我想给他们做些事情 另外 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 一个愿望 我那天想 我说现在孩子还只是跟我们不一样了 所以还是要看到他们 他们身上有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欣慰 他们跟世界上的 其他你见到 因为毕竟是条件不一样了 他们跟我们 你在国外见到一些优秀的青年人 有时候还是觉得 有一些共通点 对 所以他们的这个面貌 也是多种多样的 对吧 但是你甭管怎么说 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这个大学啊 咱们就一个也没出过什么乔布斯啊 扎克伯格呀 或者连一个比他们弱实级的一个人 也没出现过呢 这可能我分析说 从上网下代有三 就是说三个层次来分析吧 第一个这个校长 这个任命的制度啊 可能也有些问题 首先 那个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历史上 两个校长 一个是埃略特 就是他把哈佛从一个 那个教会学校变成一个 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当了四十年的这个哈佛校长 这个时间很长 那么他有一整套教育理念 他有时间呢 把他整个这理念给贯彻下去 所以美国每个大学都是有特点的 再一个是那个吉尔曼 就是创立美国第一所这个研究性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 他也是在此前 他就当过伯格利校长 在约翰霍普金斯呢 一做也是二十年 那么而且他们是也不指望说 我做完这个能升弯 当教育部长 所以他就是专心治学 我们过去呢 那个中国过去 解放前最有名的几个大学 一个是清华 一个是北平大学 当时还 对 还有一个是南开 那个蒋梦林先生呢 当了北大校长将近二十年 那个梅一奇先生 当了清华 也是清华历史上最长的校长 还有那张柏林是南开大学校长 那都是很长 就是他们的今天在那个这三所大学上还能看到他们的基因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条就是从校长这儿要开始做起 第二个就是教授的导向 因为我们现在你只要给他有一个导向说你将来的提升是靠论文术 靠科研进费术等等 那他所有教授一定做的就是唯一就是这么一件事 这是一个导向 第三个就是学生的一个导向 就是你比如说学生 你考研啊什么就是过分的强调分数等等 那么学生基本上他就时间就是被逼的就全拴在这个教室啊 这个宿舍呀 就这么三点一线这样一个生活了 就是说白了还是要有一个真正的爱好 就是为了爱好而学习是吧 你比如说我看过这个吴老师跟他们的一些论坛啊 我就脑子里觉得理想大学是什么 咱先别说实现不实现 就说最理想我听他们都聊到哪去了 最理想的也许是啊 这佛祖释迦牟尼当年的这个僧团 或者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 师生在一起啊 互相辩论思想自由发表意见 学习在一起然后平时教授尤其没结婚的教授也住在里头 那就整个一个这样一个团体 因为他们有个理念就是牛津大主教 柳曼他的理念就是说 学生们互相之间的学习得到的收获 以及和教授这个互动这个学习得到收获 比那个考试书本知识来的更多更重要 我这就是我的体会 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也没上过几天课 可是最后呢 我也老觉得我们八十年代 我是八五到八九年上大学 我老是觉得你上过就是不同 你这四年你哪怕在学校里混过去的 好像这个人气质上 他是不是就像他说的一样 你跟一些比较聪明的人 或者比较好的老师 天天在一起生活几年 他就不一样 是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说了半天 咱们也看看夕阳景 看看美国的大学 一吟一下 这个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下边这是布朗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这你熟悉吧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我在这去过哈佛大学 康奈尔大学 下边康奈尔大学 然后是普林斯顿大学 然后是最后耶鲁大学 不说别的 我怎么觉得 咱们国内大学有少数风景比较好 大部分好丑啊 这是一到美国这些大学 首先我觉得这个阳光青草坪 对吧 躺在长椅上看书 光这个就让人很享受 这你说咱中国也能改吗 这个 这个又要说到那个北大类校长 蒋美林先生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 那个维一琪先生讲的 就是说大学的大师 大师不是大楼 但是呢 蒋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认为了就是 这个大学啊 你一定要有好的大楼 也就是好的这个硬件条件 那个以及 那个让你有一个人文情怀的环境 你才能这个人啊 受熏陶才能变得更好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都知道随地吐潭 这习惯不好 嗯 那你中国过去这个农村的 尤其这个房子 家里的地都是土地 那个你吐一口潭 搓不搓不 这个地就光了平了 对 你不感觉什么 如果呢 你住的是一个殿堂 里头铺的是地毯 你不会在里头土坛的 哎 真是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吴老师身上啊 就能体会出这种人文情怀 你想象他这样的一个人 实际上就是 你你刚才讲父母哈 好像吴老师 您的这个父母也不是什么高等文凭吧 呃 他在清华工作 但是呢 他们没有受过那种全日制的大学教育 嗯 就是后来靠自己这个自学这样子 不算正牌大学生 不算正牌 所以呢 他父母亲七八十岁还在学习 哎 这就养成了他们兄弟的这个习惯 你看他理工男 可是他什么什么书都读 是吧 所以就他写的书里边很多这个人文的因素 我看 是不是 我是因为可能比较杂 所以那个高中的时候呢 差不多就是小说类的书 我带差不多看 嗯 就是能看的也比较好看也就看完了 然后呢 我就大学的时候 我就带看了很多社科的呀 这些书 呃 清华这些书也不够 我呢 后来认识了一个北大的图书馆系的一个老师 他当然是做计算机的 不是那个管借书的 但是他能借出书来 所以我就那时去北大借一些这种这种书来怎么怎么看一看 这直到现在吗 啊 不是后来因为我出国以后就就就就没有没有了联系嘛 啊 但是现在的书呢 也比以前好找 以前呢 这个清华书确实是就蛮少的这样一些 比如说每次我看了一个书啊 这个那个书单上有不让我借 就是希特勒的